大家好,我是Dan 在韩国政府设定的最后期限过后 因反对政府扩大医学员名额政策 而离开医疗现场的大部分住院医生们 也没有返回岗位 即便面对政府的严厉惩罚警告 这些住院医生们仍保持着轻松的态度 专家们分析 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 他们在之前与政府的对抗中屡次获胜 且有过成功恢复了曾被吊销的医生执照的经验 根据医疗节提供的消息 截止到3月1号 共有294名住院医生返回全国各医院工作 这与基于28日下午7点数据的 离职住院医生总数9076人相比 仅占一小部分 政府最初设定了上个月的29号作为最后期限 并通知了医师团队 如果医师们能在该日前返回工作岗位 则不会面临任何不利的后果 但是在这个期限过后 大部分住院医师们仍未返回工作岗位 因此保健保值部 针对包括大韩住院医生协会委员会主席在内的 13名住院医生启动了工作开始命令的公司送达程序 根据韩国医疗法 若无正当理由拒绝该命令 将会面临刑事告犯 不过 尽管政府采取了这样的强硬措施 住院医师们仍未返回医疗现场 反而表现出更强烈的自信 这种自信似乎根源于 过去政府与医疗界发生对立时 医师们面临的不利后果 往往不会实际发生或最终被撤销的经验所累积 在2000年的医药分业世界中 主导集体关闭诊所和休业的 前大韩医师协会会长金在正 因妨碍业务等罪名 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和两年缓刑 因此在2006年 他的医生支照被吊销 但是三年后的2009年 他成功重新获得了支照 接着是在2020年 面对文在寅政府对医学员扩招政策的反对 参与罢工和拒绝执行工作开始命令的 10名住院医生被解诉 不过这些诉讼不久后就被撤销了 而在当时 医学生们集体拒绝参加国家医生实际口试 发起了集体抗议行动 面对这一挑战 文在寅政府最初采取了强硬立场 坚持没有救济措施的原则 但是政府最终透过修改医疗法的实施令 为这些学生们提供了额外的口试机会 而目前允崔根政府利用 判处监以上刑罚者 可吊销医生之肉的医疗法修正案 对住院医生们是一样 但住院医生们已不是集体辞职 而是个人辞职的逻辑进行反驳 就像这样 尽管医疗界在与政府的对抗中 发起了多次集体行动 但这些行动几乎从未导致 显著的不利后果或受到惩罚 多年来在与政府的斗争中 累积的胜利经验 正成为这次集体离职持续的动力 在媒体采访中 一位医疗界人士表示 如果我死了你也无法治病 你还敢动我吗 医疗界认为 如果政府对他们进行执照暂停处分 将无法填补由此产生的医疗空缺 而更严重的部分如吊销执照 根本无法实施 许多住院医生们表示 反正身体已经感到疲惫了 不妨利用这次机会 休息三个月到一年之后 再回来工作 目前韩国政府已经宣布 从三一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也就是4月4号开始 将对那些未返回工作岗位的住院医生们 实施行政和司法处理 警察警察云一郡在上个月19日表示 对于那些明显有违法行为 并已确定拒绝出席的个别医疗人员 将考虑发出逮捕令 对于主导整个事件的人 将与检方协商后考虑进行拘留调查 根据3月1号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 允塞根总统的国政支持率 在一周之内上升了5个百分点 达到了39% 调查结果显示 扩大医学院名额 被称为是支持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离开病人逃跑的医生应该被吊销职着 并且也应该剥夺他们的重新口试资格 他们根本无法共鸣踏然的痛苦 真是些心理异常者 居然在战争时期会奉献自己的生命 来保护国家和国民 消防员也希望每天都能安全 每天都会冲进火场 警察们也会不断穿梭 再感受到生命危险的现场 你们知道自己逃跑的话 有人可能会死亡 但仍然进行集体行动 这真是一种没血没泪的必备行为 自愿放弃医生的人 因严格限制资格 应该给年轻有志者更多机会 比起这些自以为特权阶级傲慢的医生 我更愿意相信那些努力工作的医生 即使他们可能有些不足 我仍愿意向他们求诊 你们这些聪明的人不是更应该知道吗 医生离开患者 大众会支持你们吗 反而会可能更倾向于支持政府 看着医师们的机体行动 让我的想法也改变 更想要支持扩招了 无论如何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都不应该忽视病人 在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之前 我认为必须要扩招 对媒体大肆宣扬 他们会赢过政府和国民 这才是问题所在 怎么能有想要赢过政府和国民们的逻辑呢 你们这次真的糟糕了 这次政府的处理方式真的很棒 之前政府都因为担心 失去票选和可能的不利后果 只是试探心里采取行动 反而给予了医疗界力量 虽然我曾经认为 这些政府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好任何事情 但这次的处理方式 却让人感觉明显不同 这是之前任何政府都未曾做到的行动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这不是罢工而是辞职 所以行政命令之类的东西根本不管用 罢工可以透过现场返回的行政命令来处理 但是个人辞职却没有办法 这些医生们不是傻瓜 如果按照法理来做 那么出于不利的将会是政府 离开的医生有9000人 回来的只有大约600人 在剩下的8000人中 难道就没有法官检察官家庭的人吗 如果查一下医学院学生的家庭背景 相当部分应该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 允崔哥这是踢到了风卧 在那些医生中肯定也有党医员家庭 检察官家庭等人 如果这不是一场政治秀 那就是允崔哥的屋里头 对于增加医学院名额到某种程度上是支持的 但是说明年要增加2000名学生 真是令人吃惊 肯定在大选前一周 会看到戏剧性的妥协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对于在政府的最后通缉 也没有回来的韩国住院医师们 大家觉得是否真的需要吊销他们的执照呢 为什么 为什么